伯西来事件 伯西来事件正在爆出更多惊人内幕 据英国《每日邮报》报导 崇与市前市委书记伯西来与妻子谷开来为了铲除政敌 2002年不惜策划大连空难造成112人死亡 香港南华早报报导 根据多名消息人士指出 北京当局派出的工作小组 目前正在香港调查伯西来家族在港资产 先前有媒体报导 伯西来事件正在爆出更多惊人内幕 伯西来和古开来家族在香港拥有巨额资产 伯西来的哥哥薄熙永 以及古开来的姐姐古旺江 分别在香港担任上市公司董事 大陆的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今天指出 大陆今年夏季 仍将面临3000至4000万千瓦电力不足 新年范围可能扩大 华东和南方地区用电最紧张 云南持续干旱 导致普洱茶减产 新茶退市上市 加上成本上升 普洱茶价今年普遍上涨 将近三成 新唐亚太电视整理报道